蓝望鸡竟然还有plant 几个字从蓝望鸡口中说出来是很轻 但魏无羡却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仿佛整个世界都随之静谜 只剩下那句低语 在耳畔轻轻回响 就好像是微风中不经意间飘落的花瓣 轻轻拂过了他的心弧 但却激起了层层细腻的涟漪 乃至于跑操的中途 聂怀桑说了好几遍暗号他都没听见 就这么不知不觉间跑完了整整三圈 最后一圈结束后 聂怀桑直接气喘续续的一屁股坐到地上 温威无羡究竟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理会他的暗号 所谓的暗号 是专门为两个人的懒惰服务的 学校对跑操的要求总共是三圈 但每次跑完一圈多 两个人就跑不动了 于是两人灵机一动 发明了一整套的暗号 也就是不同的理由 比如肚子疼 比如脚崴了 比如头晕 再比如携带伞了 确保每天的理由不重复 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 就是体育委员非常无语罢了 刚刚魏无羡一直没理他 他还以为是说错暗号了呢 于是把能想到的暗号都说了一遍 结果是魏无羡依旧没理会他 跑操也结束了 魏哥 除非你刚刚是突发性耳容了 聂怀桑怨气重重的说 不然我真的生气了 魏无羡不自觉的用手指蹭了蹭鼻尖 眼神闪烁地望向聂怀桑 只见对方眉头紧锁 仿佛承受了莫大的委屈 魏无羡有些惭愧地拉了聂怀桑一把 说道 我刚刚在想别的事情 不会和蓝忘机有关吧 聂怀桑十分警觉地打断了魏无羡 一边观察着魏无羡的神情 看魏无羡嘴角忍不住上扬 就知道这是稳了 聂怀桑操心道 但是魏哥 这我得说你啊 朋友之间也是会吃醋的 同样都是朋友 你不能满脑子都是蓝忘机 也要分一些给我 对吧 不然我多可怜 魏无羡的心在蓝忘机那句低语后 似乎被蜜糖包裹着 刚刚跑操时的每一步 都好像是踏在云端上 啊 魏无羡跑完三圈以后 整个人好像更飘忽了 他忍不住告诉聂怀桑 我和他马上就不是朋友了 什么意思 聂怀桑瞪大了眼睛 魏英 变爱两个次在魏无羡舌尖轻轻颤动 蓝忘机的声音忽然从身后传来 魏无羡的心跳踩了空 话语戛然而止 两人同时顺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 蓝忘机的胸膛 随着浅浅的呼吸轻轻起伏 那双平日里淡然如水的眼眸 此刻却紧紧锁在魏无羡身上 竟然闪烁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紧张与局促 聂怀桑的下意识地想要给蓝忘机让位置 正要拔腿就跑 转面间想到刚刚和魏无羡说过的话 他可不能继续这么谦让下去 否则魏哥迟早就要被蓝忘机一个人个独占了 聂怀桑这么想着 立刻给自己加油打气 甚至还往魏无羡的身边凑近了点 倘若无人的 谈什么 你们要谈什么 哦魏无羡忽然拓长了音调 眯起眼睛看了蓝忘机一眼 蓝忘机轻轻张了张口 好像要说些什么 这个反应正中魏无羡的下怀 魏无羡笑盈盈地看了蓝忘机一眼 说道 魏英 蓝忘机着急地喊了一声 操场上人来人往 他们三个人就这么停在路中间 就显得有那么一点尴尬 有不少学生知道 聂怀桑和魏无羡逼迫蓝忘机道歉那回事 走过时不免窃窃私欲以示担忧 你说他们不会打起来吧 这话聂怀桑听见了 他奇怪地看了看蓝忘机 蓝忘机看上去似乎更紧张了 这充分燃烧起他的八卦之心 但同时又担忧继续问下去的话 蓝忘机会不会真的把他打一顿 魏无羡的目光在蓝忘机的脸上 轻轻地跳跃了一下 忽然灵光一闪 把聂怀桑往旁边拉了一点 凑到聂怀桑的耳边 准备说悄悄话 蓝忘机 蓝忘机健壮 心中五味杂陈 想要制止却又无从开口 于是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魏无羡 悄悄和聂怀桑说了点什么 然后聂怀桑瞳孔地震地看了一眼自己 蓝忘机立刻一开目光 落到跑道上 魏无羡笑意盈盈地拍了一下聂怀桑的肩膀 然后走到蓝忘机身旁 拉了蓝忘机的衣袖一下 说道 走吧 蓝忘机临走前不放心地看了一眼聂怀桑 聂怀桑似乎被魏无羡的话给震惊住了 站在原地迟迟没有反应 目光直直地落在他们身上 那份诧异与震惊 犹如夏日午后的惊雷 久久不散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聂怀桑就像是被闷头打了一棒 大脑一片空白地看着魏无羡和蓝忘机 走在阳光底下的背影 影子落在红色的塑胶跑道上 被阳光拉得长长的 走了一会 魏无羡忽然一把揽住了蓝忘机肩膀 于是跑道上的影子就叠在了一块 看背影的确是很般配 就是蓝忘机的背影 看着有些僵硬 回过神来 聂怀桑这么想 聂怀桑判断得没错 蓝忘机的确僵硬了好一会 走出操场 他看着挂在自己身上 看起来心情很好的魏无羡 忍不住问 你告诉他了 告诉他什么 魏无羡明知故问 我们 蓝忘机艰难地说 魏无羡看着蓝忘机焦急 但又说不出话来的样子 忍不住笑起来 好了 不逗你了 我是告诉他了 现在 他算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所以有知情权 这几句话下来 魏无羡发现蓝忘机的耳朵又红了 这回魏无羡忍不住上手摸了一下 指尖轻轻触碰那抹温热 滚烫的温度顺着指尖一路蔓延下来 让魏无羡的心也跟着轻轻颤动起来 魏无羡忍不住调侃 蓝湛 你怎么还是这么容易害羞啊 这可真是个矛盾的人 倾起人来阵仗那么大 结果说几句就面红耳赤 他不算 蓝忘机说 不算 魏无羡奇怪的看着蓝忘机一脸计较的样子 之前呢 我一直把你当成是最好的朋友 现在你不是不要和我做朋友了吗 那聂怀桑就顺势不畏了 魏无羡觉得他这逻辑可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但没想到蓝忘机轻声的吐出一句 男朋友也是朋友 我一直以为我做的 我一直以为你做的 但是我做的 所以我都要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